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從開始 台灣升大學好 到底是什麼 同學 你有現代症候群嗎 第一個一定幾乎都有的 就是低頭族 對 對不對 而且可以暫時不要 因為我在 不要鬧 不要那麼入戲 對 那個幾乎是共通的語言 比如說像我們出國去玩 然後低頭在玩那個Candy Crush 然後人家威懾把你端來就說 對 會問說你混到哪一關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食物一上桌 你真的不能太餓 你一插去就有人說 等一下 拍照先 先拍照 對 然後插歪了還要把它這樣 補回去一下 然後趕快拍…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咬餅乾是說 這個就現在很紅的 在網路上人家說 把這個小熊餅乾一直咬… 大概咬幾個小時之後 它變成一顆巧克力球 這樣你也信 這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這是真的喔 網路上很多就是這樣咬 然後網路上有人發明一種方法 就把電風扇有沒有 就把它綁在電風扇上 然後開 轉一… 它還可以變一顆球 還有人把這個餅乾 然後放在那個 咬那個珍珠奶茶的機器 對 然後咬兩個鐘頭之後 那真的白癡喔 但是這個是真的 你可以叫小孩試試看 它一直咬要變一顆球 真的 真的 我也看過 桃姐 多久… 都要咬到半天 真的 它變一個巧克力球 然後就你可以吃那個球 可不可以拿出來 就直接捏碎然後揉成一顆球 那口感不一樣 對 這樣就不好玩了 好啦… 現在有太多大家這個喜歡玩的東西 請問同學 你覺得自己有嚴重的文明病嗎 圈插 Kiwi Baby妳打圈 而且妳寫正信 對啊 我就覺得 現在很多女生 明明就是已經很漂亮了 為什麼還要振行 是想要把我們逼死嗎 可以列舉本班的同學嗎 妳應該就是我左右兩位棒 好帥喔 我現在 好帥喔 我們仔細看 Ruby的山羹有多假 妳看誰呢 Kiwi Baby Kiwi Baby真的耶 然後 然後什麼 恩綺的話我真的講不出來哪裡怪 就 Kiwi Baby 好漂亮喔 她不是醫生 她講的不一定是對的 恩綺要說什麼 她第一次看到我說 恩綺妳這好漂亮喔 什麼… 然後現在說我很假 是真的美 妳是真的美 但不自然 我怕妳討論這個東西 對 真甜 就是很常會有朋友 一群人出去的時候 然後都沒有人要聊天 大家都是一直自顧的 玩自己的手機 然後完全沒有人要講話 一直滑…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討厭 沒有 我那時候去度假的時候 就我們只有四個人嘛 就我跟爸爸 然後兩個小孩 然後呢 爸爸吃飯就會一直滑手機 我後來下一餐我就說 妳不准帶手機 她就這樣 我說不是 真的不可以 因為我們出來度假 妳不要再低頭 她就喔 然後她把它放下之後 我就拿了我的手機 她就這樣 恩 我說我要幫全家拍照 真的啦 我就沒有低頭玩 但是偶爾有 比如說海很漂亮什麼 我就會拍照這樣 拍照OK啦 拍照還好 就幫全家留念 我沒有要拍菜 好不好 好 阿蹦 就是 陶姐妳剛剛有說到 吃什麼都要拍照 就是文明病嘛 然後可是我就是犯了一個大忌 就是菜一來我太餓 我就直接夾 結果我家人就生氣 我媽馬上就要重新叫一盤 她就為了要拍照 反正是媽媽比較嚴重嗎 我媽也比 因為我媽跟我都一樣 就是很嚴重的那種 可是我是 就是她真的太餓了 我去 真的太餓了 怎麼樣 茉莉 我沒 這第二組Gossip Girl是不是 對 怎麼樣 阿蹦跟我們出去 從頭到尾 沒有正眼瞧過我們過 都在 一直滑 一直用 而且她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她真的 她沒有辦法 一直滑 不知道在滑什麼 手機沒電她 而且那種就是說 對 會讓人越來越焦慮 一直滑 一直滑就算了 你就發現每一個人表情 就幾乎是自拍角度一樣 眼睛瞪很大 嘴巴翹 我覺得女生做的就算 對 我最近發現一個男眼 她每一張都還這樣 用力給我撐眼睛這樣 她很可愛你知道嗎 誰 就是我右手邊的這位 在眼前 我最近有觀察到妳的照片 我其實剛剛都有 而且妳很喜歡這樣 眼睛這樣瞪得滿大 不是 我覺得我眼睛一直沒有很小 還可以啊 這樣 而且妳都會找一個 妳有下巴的角度 對啦… 妳不需要啦好不好 命令夠大了 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文明病 對 所以講到這文明病 我們就請來文明病專家 一姐關兩性生理家溫妮老師 嗨 溫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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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的健康到底有哪些 這多了 其實不是我們現在才開始有文明病 在200年前 英國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文學家迪根斯就已經預期 這100年來 我們已經開始要進入所謂的 也就是文明病 對 也就是文明病 妳看它其實在它最有名那一本 我們稱為雙城記嘛 這大家都清楚 而且裡面有幾句話 非常典型 反映在現代社會裡面 這是一個最愚蠢時代 但也是一個最有智慧時代 這是一個最黑暗時代 但也是最光明時代 更重要一句話 妳會看到充滿矛盾 她一定是外星人 充滿矛盾 我們都會來看誰是最典型的邊緣人 這樣子 好害怕 還好我坐在中間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稍微來檢視一下 你是不是邊緣人 是不是患了嚴重的文明病喔 呈第一個 飛文症候群 就是重度依賴機器操控你的腦喔 請問一下大家 你對3C的依賴程度 從1分到10分 你自己給自己答幾分 請舉出實例好嗎 好 起奇妳給了自己10分 對 怎麼說 就是連睡覺的時候 都就是不想睡覺 然後都會一直關燈 然後還繼續玩手機 要不然就是出國的時候 還是會就是拿手機拍來拍去 然後上傳 然後只要手機一沒電 我就會覺得 妳曾經忘記帶手機出門嗎 我有忘記帶手機出門 然後我花了500塊 然後來回坐車程 只是為了拿手機 這滿嚴重的 Ruby也是給了自己10分 對 而且我是那種 就是我手機一定要一直都在身邊 他一定會給自己10分 不管哪一分 滿分是1萬分 而且就是我手機如果沒電的話 我會開始對我身邊的人發脾氣 就是開始脾氣變得很焦躁 然後會很明顯感覺 就是我的情緒開始很不穩定 然後會很不安這樣子 而且像我曾經 這跟妳手機沒有關 對啊 不是 沒有啦 而且像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像我們一群人出去吃飯 就可能已經決定好 說我們要去哪一個地方 就是可能續攤了 然後我就突然間發現 我手機已經剩下6人 然後我就馬上決定說 我不去了 然後我要回家 6個人 6% 6% 對 6% 然後我就立刻決定要回家 6人是人喔 小子 好 反正我就回家了 對 然後我覺得我很依賴 我是已經破百了耶 對 而且我是 而且我現在譬如說 早上睡醒不是會賴床 我不讓自己賴床的方法就是 我拿起手機開始逛Facebook 逛一逛就醒了 逛一逛我就醒了耶 你就不會賴床了 起床了 多有用 逛Facebook也是一個 大家都會的 但是我們阿蓮 她只有 1 我是現代人的驕傲 阿蓮 首先呢 因為其實我 我絕對不會去追求 那個流行的3C用品 像我的手機 我永遠都用一元手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我的人生哲學 因為我覺得3C流行 你是永遠追不完 所以乾脆就用最便宜的 你知道有一些軟體是螺盤 而且有一些是可以感應 有沒有靈體飄過 對 有 好 那我講老實話 其實我是沒有錢去辦 Len哥哥 好好實喔 Len哥哥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低頭 他一個人就在那邊吃飯 然後認真的看大家 對 超級可憐 他想交一下朋友 就沒想到這些朋友都心不在 對啊 他還因為一直講話 他還因為一直講話 想要跟我們分享他的人生哲學 然後飯還吃最慢 還被我們罵 等一下 他吃飯超慢 他吃飯超慢 沒有挖這個就會遺忘他了 對 因為我們就不能把他加在群組裡面 對 這樣會被遺忘 我們就比較沒有存在感這樣 越來越恐慌 怎麼搞的 這要問一下問題老師 像這樣子的3C重度依賴 究竟是他們心理層面 缺乏了什麼嗎 其實在剛剛描述裡面 Ruby可能是這個的女王 因為她提到最經典的三個字就好 不穩定三個字 也就是說在邊緣人世代裡面 針對3C這一部分 她非常不穩定 對於她情緒 現在 未來等等 她是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狀態 再來另外一個 真正會成癮 需要做一些協助 可能就已經是進到虛擬世界 爸爸媽媽帶過來 因為已經這樣子拒學或成績 因為這樣子就有一些二一等等 這些就帶過來就證 然後我們只要把手機拿掉 她開始你知道 獨影發作 典型特徵 很典型 開始抖動了 對 可是你不用給她做 因為她是關機衣是不是 對 你不用給她做任何治療 你只要手機還給她 好像要深一口氣 這麼嚴重 對 非常的嚴重 那種會影響到 她一些社交人際的關係這樣子 以為是拓展人際關係 卻沒想到影響了 實際的人際關係 沒有錯 好 大家來聊聊看 3C到底來對你造成什麼樣子 比較不好的改變 有沒有 除了人際關係之外 小萱萱 就是人際關係了是不是 當然就是人際關係 好 那我們來問QE Baby好了 QE Baby近視一千兩百度了 就是我從小就是很愛看電視 就桃子姐的節目什麼都看 一直看 我愛的嗎 應該是被外賣的 就是喜歡桃子姐 然後一直看 看 看 然後看到現在真的一千兩百度 然後醫生跟我說 如果你還在發育的話 他就會繼續往上 其實因為當然傳統 大家是看電視啦 是 那因為現在很多劇 你沒辦法手在電視前面看 像那時候不是就說什麼過年 有人敢甄嬛 感到就是好像真的是 比如一千多度 現在是有的玩那種 Candy Crush 也是就是好像眼睛的病變 十幾二十歲就出現了 很恐怖耶 對啊 還有五十間對不對 小芝 我是因為我都會 就是在睡覺前都會滑手機 然後我都會躺著這樣滑 結果滑到就是 好像醫生說我的 然後又把它接回來 然後我跟她說姿勢不良 姿勢不良 你是跟玉琳哥要的這個故事 是不是 不是 過度依賴三次用品 當心身體技能全對話 恩喜變得很懶 對啊 像是現在通視網體很發達 它就是會變得很 很懶的跟她講話 後後長期成癮 然後對我們身體 到底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如果把我們的大腦 平時打開來看 功能運用最多它最大 同學講到說好像不太想講話了 所以嘴巴就越來越小了 這個甚至裡面的牙齒也脫落了 像納豆腸用 用它 用它 它這地方會很明顯 大學生了沒 就是因為我都會 就是在睡覺前都會滑手機 然後我都會躺著這樣滑 結果滑到就是好像醫生說 我的左手脫臼 然後又把它接回來 因為他說姿勢不良… 妳是跟玉琳哥要的這個 故事是不是 不是 真的 這還脫臼嗎 所以為什麼會有玉琳哥的 影跑出來 因為我是這樣拿手機 所以我是撐著左手 所以我撐著左手 然後撐著久 然後他肩膀這邊就鬆掉 恩喜變得很懶 對啊 像是現在通視網體很發達 然後就有時候朋友在旁邊 妳就會很懶的跟他講話 就會APP他說 等一下要不要吃飯 吃什麼 在旁邊也是 對啊 就是會變得很 糟糕了 妳在吃什麼啦 妳為什麼偷吃東西 妳到底是什麼病啊 要不要問一下老師 就是說請問像這樣 比如說如果長期成癮的話 對我們身體到底有什麼 很不好的影響 這絕對有 在大腦皮質上面 你功能運用最多它最大 以正常人類來講 是我們賴以為生最重要的地方 可是呢 對 可是如果我們常常用3C的產品的話 其實不會以英國科學家已經預期 未來人類的樣子 哇塞 積極的巨人 真的 哇塞 未來人類的樣子 怎麼會這樣呢 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看到最大的改變 在於眼睛 你看看眼睛變得很有神 因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句話 用盡廢退 像納豆常常用手 用他嘴唇 用他性器慣化 他這地方會很明顯 可是呢 3C的這一部分 他用就是他的手指頭 和他眼睛會一直盯住那邊看 所以你看眼睛 好像感覺上特別有神 就像還有剛剛我們也有同學講到 說好像不太想講話了 所以嘴巴就越來越小了 那還滿美的耶 連甚至裡面的牙齒也脫落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講話 然後也忘了 廢勤忘死 忘了吃東西 所以牙齒功能也越來越小了 吃東西這麼重要怎麼可以這樣 那是因為妳會用它 有一些妳會看到 真正眼睛3C成癮的 它是不吃不喝 很忘情在那虛擬的世界 那牙肩膀變這麼厚是什麼原因 肩膀變厚就是牙脂肪 牙還是要有脂肪 可是妳會看到很重要一點 牙好像沒什麼皺溫 牙皮膚是很光滑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躲在室內嘛 我們就不需要一些毛髮 去保護我們的一些溫度等等這些 我們就是吃進去 妳也不出去運動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脂肪堆積在兩側的肩膀 和我們軀幹的位置 還是出來動一動這樣 對啊 好 接下來看一下第二個病 是盲蟲症候群 一窩蜂不做就好像不流行喔 各位 好 大家曾經盲蟲做過什麼事情呢 一窩蜂 好的 是的 曾田真的幹過這個事情 妳在廟會一邊跳一邊搖 就是剛剛莫莉講說 搖小熊餅乾是很無聊的事情 我才知道原來我真的這麼無聊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真的很無聊 然後就拿了小熊餅乾 然後就邊跳舞邊搖小熊餅乾 還會用創意的 可不會 就是妨礙妳爬乾嗎 就是妳要爬乾的時候 小熊餅乾的乾 我不用爬 我就是扶著 然後一直就一直搖 就邊跳邊搖 然後就真的被我搖出來了 變一顆球啊 對啊 很難吃 超難吃 妳不喜歡那個口味 看謠的方法啦 豬妹一定要買新的相機 相機 現在很恐怖 就是妳有手機可以拍也不夠 就可能要買個小類單眼 而且現在又晉級為有Wi-Fi 可以直接傳手機 像最近可能大家 就是女生很瘋 自拍神機 可能從第一代 現在出來第三代 價錢飆高就是越來越高 但女生一定要買 妳從一個現象看就知道了 Facebook買下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 那個軟體叫Instagram 對 為什麼呢 我就不懂有什麼差別 我就問了幾個少女 我說 她說沒有 這可以傳照片 我說沒有啊 社群網站也可以傳照片 沒有 後來 不...後來關鍵出現 是的 可以修 有各種不同效果 對女生來說這個很重要 IF你不懂了吧 IF 沒有 因為我其實就是 因為我平常其實不愛滑手機 我是不會一窩蜂的人 所以我就特別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來就是諷刺這個 就是大家為什麼一窩蜂 走在路上 因為我走在學校 還有看到有人邊走邊咬到學校 我不知道那個是怎麼狀態 所以就拍了一個 IF咬小熊餅乾的短片 在古希臘的神話裡 有一個工匠神叫Halfstoss 他能夠運用大腦的力量 來改變小熊餅乾的結構 嗨 聽說禮拜天我們喝澡 超級愛 怎麼演唱的 大家好 我是來自法國巴黎魔術師Yves 我知道最近很流行咬小熊餅乾 然後Watch 一樣 Watch Watch 小熊餅乾 Watch Watch 這個位子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小熊吃這個 試試看嗎 你們可以看看 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我已經聞你 聞你 然後Watch 一樣 地瓜 放到裡面 Watch Watch 這個位子 地瓜球 好球 地瓜球 這是真的 怎麼可能 這是真的 你們可以看看 一樣 然後Watch Watch 羽毛 羽毛 一樣 放到小熊餅乾盒 然後Watch 這個位子 Watch 一樣 這個位子 Watch 倒過去這個位子 羽毛球 小熊餅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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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然後Watch 什麼 把一個想法 放到粉底面 拜託媽媽買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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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關起來 這個位子 一樣 Watch 一樣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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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買給我 媽媽 拜託你買給我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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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街頭魔術 我們下次見 有什麼 什麼球 最後她就跪球就對了 好有趣喔 謝謝 Petri講到很清高 你自己都沒有這些症狀嗎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有用到 才會用到手機 對 對 芳蓉 對 好像也是 但有沒有哪些事情 大家覺得當時太盲從 現在想起來真的沒必要 OK 尾 就是那時候真的很喜歡Dream Girls 然後就是為了郭雪茂 也剪了跟他一樣的髮型 可是臉還是沒變 那就算了 就是看到李玉芬穿了鞋子 我就買一雙很類似的 就是花了我七千塊 就是這雙 看得到嗎 看得到啊 腳 也看到妳腳毛了 對 這雙花了我七千 可是真的不合腳 真的沒辦法走來路上 真的太痛了 就是說不好穿的意思嗎 對 然後 我真的從來沒有花過那麼多錢 有點後悔 有點後悔 Patrick 其實這個陳冠希 是很多到現在的小朋友 還會迷她的一個狀態 就是以前那個 對 就是因為潮牌的關係 因為以前陳冠希不管穿什麼 我們都覺得很帥 其實大家後來沒有發現一件問題 是因為她長得帥 然後我以前 就為了盲蟲 我還去買一條她穿 就是她會穿的牌子的褲子 然後這條一萬三千多塊 我只穿了幾次而已 就只為了一個閃電 那後來就不再穿了嗎 還是穿起來不是很好看 穿起來不是很好看 人的問題 我後來發現是長相的問題 高度 對 對不對 這…對啊 還是要是不是 是要啊 好 來 茉莉 真的拿了喔 真的是不是OK啊 OK… 幾萬塊耶 32搖 妳的菜 32搖 我沒那麼胖 不好意思 哪有 好啦 茉莉來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你們去看演唱會 你們看的時候不會買東西 但是你們看完出來 都會想要買周邊商品 不會 為什麼 有些人會… 會耶 像我就是每次看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買個T恤 是不是要買個什麼毛巾 可是你買完之後 過了那個演唱會 你都會覺得我為什麼要買 然後我就會花了兩 三千 那個當下那個氣氛妳懂嗎 像我之前就買了很多那種 什麼演唱會T恤 然後也沒有穿 對 會 會這樣子 就覺得經過那些時間 我一定要光顧一下對不對 曾甜 就是我之前跟朋友去 算那種子圍斗數 然後就是我朋友 那秦士林有把妳鑑定過嗎 妳買的東西 玉琢對不對 我就買了一個8千塊的玉琢 而且我 她當下還跟我說 因為我跟她兒子很像 然後就是 就是年紀跟個性 所以她說她為了要幫我 她叫我一定要買 我還跟她說我沒有帶那麼多錢 她就還跟我說旁邊有郵局 全家可以去領錢 對 然後她就不讓我… 因為她已經帶在我手上 她就不讓我拔 然後我就默默領錢 然後給她買了 可是我要說真的有效 因為她那時候跟我說 叫我一定要去看一下頭痛 因為我有偏頭痛的問題 因為我帶了之後 真的都不會頭痛耶 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我沒有在一起 真的 了不起 這個我要問一下Wendy老師 就是說究竟什麼樣特徵的人 容易遭受這種一窩蜂的文明病影響 其實在100年前 美國行為學家史金納博士 就已經定義這一些人 他們我們稱為所謂的 什麼叫變色龍 大家都知道 變色龍會隨著環境溫度 它必須要生存下來 會隨著環境溫度而改變 它的膚色 不要讓天敵發現 它不會沿線在現代的話 其實這些人 你會發覺兩個最明顯的特質 第一個 人云亦云 有樣學樣 第二個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很容易怕 就是很容易被暗示 人家說什麼 他就一窩蜂就想 對 所以其實我們到底怎麼去分辨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一次變色龍 我這地方還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不妨大家來試著來做一下看看 好 利用10秒測驗 找出最真實的自我 這個其實在大毛裡面 非常有名的 我們從來十都府效應 它會去辨別事實和虛化 選一兩個學生好不好 金楊最覺得他很帥 他很有名氣 很有名氣 金楊來 好 請你 好 就在10秒鐘之內 他比較有盲從的詞叫 真的太好了 溫婷老師 That's right 大學生了沒 所以其實我們到底怎麼去分辨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一次變色龍 我這地方還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不妨大家來試著來做一下看看 這樣子 那這地方有一個圖板 這在大腦裡面非常有名 我們來選一兩個學生好不好 那個誰龍 金楊 金楊最覺得他很帥 他很有名氣 金楊來 好 那我這地方有好幾個字 和不同的顏色 那請照 請妳 就在10秒鐘之內 從這個字開始 讀出它的顏色 好 從這個字開始 顏色喔 對 綠色 黃色 紅色 黑色 紅色 藍色 紅色 藍色 黑色 綠色 黃色 那再選一個 我們可以做比較 再選一個 我們來看看 小牛好了 小牛 好 好 那我同樣 請妳這些讀出她的字意 黃 黑 紫 橙 綠 紅 藍 橙 綠 紅 那什麼顏色 黑 字的意思 黑 黑 OK 好 很好喔 其實這兩個大學生代表著 其實他們並不是盲蟲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 這個其實在大腦裡面非常有名 我們稱為使都府效應 那我們看到這些 而且一般來講 我說當妳讀出它的顏色之後 第一個我們請讀顏色 我們一看到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叫做綠色 它會去辨別事實和虛幻 可是老師像剛剛金揚 到後面就有一點慢了 就有點慢 對 因為它要把那個顏色和字意 用我們左腦去拉過來去思考 所以代表說它其實是去會分辨 也就是說這種的人格特質 是不會盲蟲的 不會嗎 金揚 我不太會 真的喔 對 因為我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我都沒有在關注 然後而且很多流行的事情 我可能過一兩個月之後才會發現 現在很流行的顏色 它那個比較有盲蟲 那只是叫自戀 說得太好了 溫地老師 That's right 所以溫地老師講的事情真好 像這種盲蟲算是一種強迫症嗎 它不是強迫 其實大家都會把它搞混 強迫症的基本核心就是一種 憤怒加焦慮這樣 那盲蟲只是一個 因為我怕被人家注意到 如果我跟著大眾 蟲種行為一樣 我跟著大家有樣學樣 我就不會被注意到 這個很重要 尤其在比較原始時代 它可以 不要被抓出來的 像這個如果盲蟲 我們如果想要改善的話有方法 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要去學它的思考判斷力 要回到現實 這樣多去訓練它事實的判斷力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文明病 就是八卦症候群 常常全民公審 然後網路就成為一個審判堂囉 好 大家對於這個網路上面的 新聞事件 有一窩瘋的想要去討論它嗎 全或插 小萱萱你不會啊 我基本上是一個不太喜歡 去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的人 因為我覺得在網路上發表意見 第一個 這件事情 你到底真的有沒有了解 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有了解 就評論那件事情 這樣造成整個就是很 很模糊這整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除非我自己了解這件事情 我才會去講 我對這個事件的意見 對 基本上 而且我最討厭人家在社群網站 然後根本不了解事件 然後就發表一大堆言論 那些都是一些很不負責任的行為 最近大陸有一個電影的題材 就是在拍類似 鄉民的正義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有一個女生在那個 公車上不讓座 然後就剛好碰到一個記者 他想你不讓座 我幫你拍下來 然後就上傳 然後大家就開始公幹他 你這個人沒有公德心 blah…這樣罵他 事實上殊不知 他是因為好像家人得癌症 還什麼 他正在沉思 然後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事 我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但我是看大綱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就是像剛剛小學員講的 就是你根本沒有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跟著開始 我們也常遭受這種事情 像上次澳洲事件 查出來就是一個澳洲導遊不爽你 然後發動其他他下面的菜鳥老鳥 去變化成各種身分 到各個網站攻擊你 然後一說要告他 不見了 不願意出來面對 但是旁邊就有人 不認識的人都會被煽動 怎麼樣 你炫富啊 你了不起 你憑什麼攻擊啊 什麼… 問題是 你們誰沒有去一個餐廳 或一段旅遊回來發表 就要一點點感念呢 對啊 可以發表 好像在網路面前 大家都失去了冷靜耶 就會覺得罵得好 我也來跟著罵一句 但你有了解到真實的情況嗎 但這會不會很難避免 因為你們都是 阿BO 你是重度使用者 你會不會也跟著這樣進去罵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有聲勝無聲 就是 無聲勝無聲 對不起 就是有時候你看在眼裡 可是你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跟朋友討論就好 不需要放在就是一個公開的平台上面 因為我覺得你 當你加住你的想法下去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 你就是這個想法 然後在別人的想法加進來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混大 就是會滾得越來越大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事情最想到是什麼 對 然後本來看那個什麼 對新聞的一個很平靜 兩個很平靜 一個稍微批評 第四個就開始罵第三個 第三個說你罵我幹嘛 其實這就是那個YouTube的評論 就是很容易就是 一樓可能講普通的話 二樓可能講激動的話 三四樓可能就全部都火都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帶動的氣氛 然後明明是人家家的一個小事情 然後變成網路上的一個大事情 我想問的是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真的會對於網路瘋傳的一些 八卦是 馬上就相信嗎 我要相信 全插 來 齊騰 我覺得還好耶 我都會看看 然後上面如果說什麼就是 就看看就好 不會發出任何的留言 可是男生女生注意的應該不一樣 Ruby 我是覺得我會看 可是我還是覺得無風不起來 就是還會稍微的 就是稍微會留意 可是我會再關注後面的新聞 然後會特別 我會單看就是這個藝人 他可能過去的一些新聞事件 跟這個有沒有關聯等等之類的 好 接下來問一下老師 就是說請問那個男生女生的關注八卦來講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這個呈現 其實會有差別 不但內容也有差別 數量也有差別 好 我們這個 這個圖裡面很明顯告訴我們 其實女生大腦裡面的設計 它是有所謂的說話區 你看這麼大一塊 這樣子說話能力 還有再加上那個 就是觸彈子的加油八卦這種 合在一起這種就是一種很八卦的 一個原始材料在那邊 所以通常你會發覺 對 男生其實一般來講比較少 女生真的八卦能力比較強 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 這個沒什麼好解釋 可是問題是我們女生八卦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要連結 我們要結盟嘛 我們要變成一個歸屬 一個社團的一個概念 好朋友 姐妹 濤等等這些 對 可是相對來講 男生呢 不擅長這個耶 男生的話呢 其實在他男性的大腦設計裡面呢 男生你可以看到 他比較喜歡的 就是他用遙控 所以我們剛剛講 3C那一部分 會有像那種獨影現象 產生的男性比較多這樣子 可是男生呢 你看 他對說話能力是完全沒有的 他情願躲替自己 私人問題的這一部分 所以在整個八卦裡面 男生是不擅長 也沒他那個天賦的那種基因存在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區別囉 我們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說 如果男生愛八卦 和女生愛八卦是完全不同的 不妨請你們伸出你們的手指 手掌來 請問你這五根手指 你最喜歡哪一根 你覺得哪一根 最能代表你的個性 超伸準手指測驗 瞬間窺探你潛在個性 好 比出來 比出來 而且這是最典型的獅子王的代稱 也就是說他吃錯改錯 但他不會認錯的內心 他呢 他的獅子 是使命必達 獅子的獅子 獅子獅子 是 非常有實行力的無名指望 他能夠 他常常會變得 好緊張耶 好緊張耶 大學生了沒 不妨請你們伸出你們的手指 手掌來 請問你這五根手指 你最喜歡哪一根 你覺得哪一根 最能代表你的個性 我是大摩 中指 無名指 納豆那個不是中指 大家比出來… 好 比出來 比出來… 好 我不妨先從桃子來解釋 桃子這是最典型的獅子王的代稱 也就是它是非常有決斷力 思考非常判斷力很強 能夠很分得出現實 事實和虛幻之間的結構 再來它是非常有目標性 我很喜歡三國 所以我用三國來代替這個人格特質 就是曹操嘛 也就是說他知錯 改錯 但他不會認錯的內心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 這種就是代表我是獅子 就王者之風 就選擇這種 所以你不會也 我想讓人家按讚啦 對啊 很可愛 我有一首新歌叫讚 謝謝 好可愛 好 無名指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 就是納豆嗎 納豆就是 納豆是無名指 OK 好 無名指的話就是第四指 無名指這種人 其實就是三國裡面的劉備 他能夠廣結善緣 不錯耶 然後他是感性 理性病重 但他的感性又超過理性 所以常常會變得優柔寡斷 在感性中 應該耶 超優柔寡斷的 對 優柔寡斷 對 那再來呢 我是十指 他是十指 十指 對 OK Ken他是十指 十指 其實如果我以一個來解釋的話 你就很明顯看到 Ken他就是像好好先生的魯素 老闆 長官交代一下 好沒有名喔 什麼啦 魯素非常好 魯素很紅耶 魯素就是孫全只要交代他任何事情 他是使命必達 犧牲信禮他也會完成 非常有執行力的這樣子 不會眼高手低 縮一做一的一種人這樣子 對 我們會想一下 他二也是 曾田也是 再來呢 我要先講小子 我最後再講中子 小子 小子這一部分有嗎 竹妹 小子比較少一點點 小子呢 其實如果我們以三國人物來講 就是流產囉 就是他喜歡在虛幻世界裡面 樂不思數的那一種 相對來講 是比較沒有自信 很害怕孤單的那一種人這樣子 那再來是 中子 當然我們就選我們剛剛講說 茉莉的 茉莉 Patrick 中子 Kewy baby 七腸 中子呢是絕對極度的自戀 啊 啊 中子 Kewy baby 真的耶 Kewy baby 很期 都是耶 好準喔 就怕別人不注意到你的周瑜 好準喔 好準喔 沒有承認喔 劉備啊 對啊 優柔寡斷啊 剛剛跟我一樣大拇指的是阿倫耶 對 是我 阿倫你幹嘛換 阿倫你幹嘛換 真的很準 非常準 你不願意承認自己的 沒有 自己的錯嗎 我只是願意承認自己年紀大 好 我要檢討 是 年紀是大 是 好 接下來我們看最後一個病囉 是恐丑症候群 審美變調 眼大高皮追子臉喔 請問一下大家 妳對自己的外表滿意嗎 請畫出自己的臉來好嗎 好 速度很快 小隻 我覺得我對我的外表滿意滿意的啊 因為我覺得我這張臉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我的鼻子 是真的 妳的鼻子厲害的地方是 因為我鼻子很挺 所以我不用再去做鼻子 或墊鼻子 妳在影射誰 我沒有… 我沒有說 三根女生 四藍美就好了 好 OK 甄田妳怎麼會把自己畫成這樣呢 因為眼睛很小 然後我沒有三根 一看過去就只看到我的鼻子 然後我的下嘴唇很厚 所以我就覺得我長這樣子 會啦 本人更漂亮 謝謝 好開心耶 Patrick 妳怎麼 因為我今天剛好抓頭髮 所以我就把他瀏海刻一飛起來 其實有點像 頭頂不曬 我覺得我超正的 滿帥的 他把自己畫得很帥 Ruby剛剛默默說 我覺得我超正的 他的下巴可以超差的 Ruby看一下 你是說你畫的嗎 好噁喔 對啊 噁心完全不像 很正喔 下眼線重 我覺得我對我現在 自己的外表還滿滿意的 應該做的都做的 就是沒有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頭髮 身體什麼 就是都還滿不錯的 就是內涵要充實一下 就是還滿不錯的 但是QE Baby把自己畫成 因為我真的 我覺得我男裝很OK 男裝我就是可愛小男孩 可是我女裝 我就是覺得自己鼻子大到 為什麼要好好扮女裝呢 對啊 可是就女裝很有市場 只是就對自己的鼻子 非常沒有自信 因為我每次看到自己的鼻子 就很像成龍大哥 就是很大 很好啦 有錢耶 怎麼辦 但是到底他們畫自畫像 跟他們的自我的是什麼 對 有關係嗎 對 這其實有關係的 這反映出你自己個人一個 對自己的自信 但是呢 自信過度的話 像Ruby那種自戀的話 再一次更 他自戀的這種性格 怎麼看出來他的畫 因為他跟他本人其實會 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 真潔 真潔的話 也是跟他本人有很大的落差 他本人長得非常漂亮 真的 對 他本人長得很漂亮 可是你看他畫出來 像一個豬頭一樣這樣子 對 所以這種畫其實他是 對於自己是缺乏自信 其實我覺得愛美是人的天性 不會演我們 有時候會碰到有一些個案這樣子 他真的長得已經滿正了 這種通常我們會發覺 女性她是喜歡稍微整形 讓自己更漂亮 我覺得這個滿常見的 但是呢 萬一真的有困擾來尋求專業的話 其實男生是非常恐怖 男生是嚴重度很重的 女生只是說 他常常大家會希望去比較 誰比較漂亮 我們曾經有碰過一個呢 他已經 他其實滿漂亮的一個媽媽 但他一直去整形 整形到呢 有一天他回家的時候 他孩子就一開門說 這是誰 你也走錯家裡了 這樣 結果他先生也很困擾 因為他本來就很漂亮 但他就跟他先生說 你不發覺我現在越來越漂亮 他說是啊 你本來是這個 是之前那個樣子 整形以後變醜 我現在只是恢復原狀而已嗎 這樣子 對 這是女生 對 可是男生呢 我們更多看到男生 有時候來尋求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支持 不斷的內在美 還有外在美那些 一進來的時候呢 他就講說 請看一下 我這個鼻子呢 超過這個正中垂直角度 有超過幾度 他叫我先做一個測試 才證明他是不是沒有說錯話 那這種話其實呢 都是一種所謂的 這樣子 醜陋恐懼症的話 你再怎麼樣去整形 他都覺得他不完美 這種不外乎 就是一種情緒的障礙了 所以是不是女性確實是比男性 更重視外表上面 當然這個是 這是演化上面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很多一些動物 你說孔雀 獅子 這麼熊熊揪揪氣行 還有孔雀開屏那麼美麗 都是雄性基因 所以本身雄性動物 對於牠自己的外表 不在於外在的美貌 而在於牠力量夠不夠大 牠精子熊不熊壯威武 可是女生靠的是外表那一部分 確實也是 好 請問大家自己曾經為外表 做過哪些瘋狂的舉動 為了讓自己 看起來更好 更帥 更讓人喜歡 好 小妞 我覺得之前收到那個體重計 被暗喻要減肥之後 我就有去看中醫減肥 然後她就給我 就是叫我買這種膠囊 她就說這個膠囊是你吃完之後 你就會對食物都不會想要 就是不會對食物感興趣 因為我就很愛吃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可是我連那種鹹酥雞聞到 我也不會想吃嗎 她跟我說真的不會 而且她給我買了三個月 就花了我一萬多塊 那之後我問劉璇也是中醫減肥 結果劉璇說那個包… 她的藥包夸在療程裡 結果我的是另外收了一萬八千多 然後呢 我吃完 我還是繼續吃食物 我根本就沒有對食物沒有興趣 所以我就有被騙了 我覺得女人花在減肥上面 她今年幾乎是 一生三分之二的財產 真的 你又要吃減肥藥 然後又要去推脂有沒有 好 做各種的方法 阿蹦你是忍痛雷射 對 就是 我之前就是覺得皮膚會坑坑坑 然後我就是買那個雷射的療程 一次就可能買二十堂 然後我想說她會送五堂 就覺得很划算 可是去做完一次之後 就是整個就是眼淚狂飆 可是就覺得說不行 一定要再去 我是做了那什麼非針雷射 就是滾針的那種 然後她就是整個就是每次去 然後都會覺得說要來了 就是很像在做一種心理建設 可是其實就是為了曖昧這樣 然後我就忍痛忍痛這樣 有啦 像我這一路走 這輩子也是試過一些不良減肥藥 然後用各種方法 然後最近試了一個很瘋狂的方法 是深度針灸 用針灸的 傳照片給他們看 嚇死 因為那就是 其實她是身體保養 我不是為了美容 但是她有說 比如說扎 她就針灸給我這樣扎兩針 她就很害怕說是皮膚會變好嗎 她就說也是可以顧到眼睛 顧眼睛 我有聽過我的一些朋友在北京 他們也是 就是四個女生臉上帶針打麻將 對 因為有的那個是真的可以讓你 就是說促進循環 一鼓就射出來 對啊 你就真的覺得說女生為了曖昧 真的是可以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問一下這個問題老師 就是說如果這一些行為持續進行的話 最後會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疾病 當然會 因為我們已經調到 整個人都調到一些 有虛擬的世界裡面 所以我這地方提出一個所謂四例 我們現在在身心醫學上 常保養的一個四例 就是第一個思考判斷力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時間的分配力 尤其在3C上網這一部分 我們知道怎麼樣子去分配正確時間 用到網路 科技來自於人性 但是這個科技跟人性之間 那個拿捏請要掌握好 再來就是情緒的管控力 不會現在很多人都是表面暴怒 但內心是很軟弱 他去等於說掩飾他低支性的那一部分 所以情緒的管控力 才是我們人性的很崇高的那一部分 最後行動的執行力 就是說你當你下定了決心 你知道哪一些是可做的 哪一些是不能做的 你自己能夠真正去執行它 這一點才是重要的 就其實多了3C產品 我自己多了很多內心對話 就說這次五條命過完 就不要再玩囉 過完就 再五條好了 就會一直弄一直弄 你知道自己跟自己對話 或是看進集的巨人看一看說 好了 看3集差不多囉 結尾到人家就這樣 沒關係 才20分鐘再看一集好了 就這樣一路一路往下看 真的 對 看著又睡不飽 又很恐慌這樣想到巨人吃人 就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自己會有很多對話 但是像老師講的 就是你自己那個拔河 然後我最後就說服我自己 好了 好了 也是兩個孩子 媽了 快去睡了 什麼之類的 就自己要跟自己對話 然後為了明天的工作或課業 對不對 這是考驗你們大腦智慧的時候了 好不好 戰勝她茉莉 戰勝她阿榜 好不好 好 再次見我們的溫莉老師 謝謝 謝謝 拜拜